国门走向世界 但身为一个东北人自带的幽默细胞 并不能被改变啊 这不前不久 他就受自己的老乡 纳英的邀请 参加了我大优酷的 中国新歌声担任嘉宾 谈及参加这样一档 歌唱类节目的原因时啊 他立刻变身二级 回答了我们 然后包括那个 这次就受那个 二级纳英的这个邀请啊 然后这个对 他的外号叫二级 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那个 因为他在家里 是老二 所以二级 对 这样 对 然后那个 他的邀请 然后这样我们俩都都没人 那是一样人 然后我说 那我去干嘛 我叫什么呀 就他刚才说 他说你把你的心态教一教 另外我们这里面 战队里面有两位 是古典音乐出身的 汪峰老师跟周杰伦 周杰伦老师 你得 你得这个替我 这个把这个古典音乐的知识 增补一下 然后啊 是这样啊 除了纳英 朗朗在圈内还有众多好友 特别是同样 弹了一首好琴的周董 也会出席他的音乐会一起演奏 也不知道在大师的眼中 无理周董的琴技怎么样呢 人弹钢琴弹得很好 然后一直就是 他有很多音乐上的想法 所以这一见面 就能聊出一些东西 另外他对这个古典的音乐家 比如说像他最新的专辑里面 有一些巴赫的这个作品 包括用一些这个古钢琴的 一些这个配乐 配器 所以他用了很多的古典的 这一些想法 看过朗朗弹琴的人都知道啊 一旦当他触摸到琴键时 就会爆发一大堆表情包 简直是鬼畜的经典素材呀 但是如果小朋友这样盲目模仿 真的有利于提高琴技吗 看什么曲子吧 因为我本身就是 我比较 我小时候就是 有时候我不太理解音乐的时候呢 我就想去 用一些抽象的想法呀 或者是一些气氛 来影响我自己啊 所以我就是从小练的时候 就是比较就是富有感情的啊 当然这个我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也在一点点在这个纠正一些没有必要的表情啊 就是这是多余的表情啊 这是肯定是这是要要收嘛啊 先放然后收啊 对于孩子们 我现在是确实看到市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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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会时候有些孩子的就动作 一看是肯定受我影响了 那肯定是啊 有个权益